現在互聯網這麼發達 很多業主可能一收地稅單 第一個時間就馬上交錢 交完之後我們唯一可以拿回來的就是一張收據 多謝都不會有一聲 因為我們的地稅每年都要交 所以感覺就像一個長期的債務一樣 今天在3分鐘的案例裡面 我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假設地稅是6000元 每年平均增長是4% 10年之後我們的地稅就會增加到7000元一年 20年是1萬元 30年是16000元 30年裡面一是你總共給了28萬的地稅 一是28萬就會變成你的負債 所以你是不是想知道要符合什麼資格 和怎樣全世規劃去申請退休金提升法這個計劃 促使可以幫到自己增加15萬的退休儲蓄呢 很多屋主尤其是老華僑交了地稅10年 20年10月30年 但有沒有說可以去到一個年份 或者一個年紀就可以申請不用交地稅呢 我知道坊間有很多誤解說可以申請不用交地稅 所以我希望今天通過我們專業的角度 去澄清政府並沒有這個計劃可以缺免你的地稅 只要有物業就一定要交地稅 人過了身 將物業留給家和子女 他們一樣要繼續交地稅 但不是代表我們一收到地稅單 第一時間就要去交地稅呢 當然不是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上政府這個網站 申請政府的地稅計劃 以及配入我們今天用到的退休金提升法 假設先生是55歲 太太是50歲 地稅今年是5000元 從今年開始申請15年的計劃 到退休的時候65歲 就可以通過地稅退休帳戶 來幫我們繼續支付地稅 不需要在自己的退休金拿錢出來 如果30年的退休生活 等於是省了10萬的稅 如果你們現在交2萬元的地稅 相等於計劃已經幫你交了60萬的地稅 所以現在可以收到地稅單的時候 可以聯絡我們的地稅專家 想明關於地稅這個計劃了解清楚 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計劃 所以申請也要符合一定的條件 符合資格一定要是自住的物業 不可以是投資或度假用途 如果是新移民在BC省住少於一年 也不可以符合這個計劃去申請 還有如果你是欠政府的地稅的話 一定要還清楚才可以申請這個計劃 在人意上的講解 相信大家對於地稅的11個程式入面的 退休金提升法有更深的認識 而且當中有很多巧妙 你甚至可能未聽過 如果剛剛有太多新的資訊 絕對不用擔心 我們已經準備好在各個辦事處和大家見面 又或者透過視像會議為你們資訊 送給你們兩個選擇 第一可以選擇 只需要300元的計劃書資訊 找出解決的方案 第二就是免費做個初步的資訊 了解自己的情況 但是每個星期射得30個名額 快點聯絡我們 如果你想有機會獲得書籍稅務人員 不想你知道的20個秘密 和參與我們直播大抽獎 每10位聽眾 就有一位幸運兒 可以獲得100元的大統華現金卡 可以按下面這個連結 填上這張抽獎表格就可以了 如果想參加我們的線上演講會 也可以按下面這個連結 再填上抽獎表格就可以了 想每個月都看到我們兩條的財商教學片 就記得免費按Subscribe 免費初步資訊 每個星期只有30個名額 立即填抽獎表 或者打給我們 到時見